这是钟金龙先生的作品 钟金龙先生今年83岁 他从小就担任电影的放映师 他在酒家戏宴工作过 这酒家戏宴到今天都已经停业了 他在放映一生当中都是以放映为生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月薪只有350块 可是350块是公教人员的三倍 他有当时的放映师收入算是不错的 然后在放映的过程当中 放映师的过程当中 他放了一万多部电影 这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他就把这些感触做在这个宝盒里面 这位爷爷他是以做西服的裁访师 为他的终身职业 他一生当中